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那那个吻代表什么 那个吻是 等一下 如果 如果你接下来要说的话 会影响到我们的人生 我不想在电话里说 二十年前 我生了一个女儿 深呼吸 一 二 好 快了 快了 好 快了 别着急 快了 好 加油 快了 快了 加油 快了 快了 加油 快了 快了 加油 来 用喜啊沐先生 喜的千金啊 谢谢 谢谢你啊 打哈去了 打哈去了 你困了 爸爸 小冰 辛苦你了 卡布女儿多可爱啊 你看看爸爸 看爸爸 看着他什么都吃了 好 夏萍 你入院就紧急生产 住院手续用费用记得赶紧补齐 赶紧的啊 谢谢啊 老公 要不你再跟老刘说一下 让他再借给我们一点吧 就是我们会还的 你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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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妈妈 爸爸 妈妈 爸爸 爸爸 抱起来了 本以为这个新生命 可以给我和我的先生 带来新的希望 可谁知道 我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啊 我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啊 孩子患的是法洛式四合症 是一种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 因为虚弱会造成吸奶困难 甚至呼吸困难造成抽搐 那我们要怎么治疗呢 大夫 只能手术 但是孩子又太小 不能完全接受这个手术 那 那是什么意思啊 大夫 就是说手术需要随着孩子慢慢长大 一次一次地进行 所以 你要做好长期抗战的心理准备 我还没从 女儿生病的噩耗中缓过神来 不好的事情又发生了 倒扉了 你都不知道 听起急你 may be 反正要求知悉 苦你 如果视频说人家不是 一遍 教导你 我知道你 包括 2828 竟然说肯下他 我不配做孩子的父亲 所以 你就彻底忘了我这个 不负责任的男人吧 是我对不起你 坚固 看 沐建国 你怎么舍得丢下我们 你怎么舍得丢下我们呢 我虽然给了我女儿生命 可是我没能给她 一个健康的身体 哪个做妈妈的 能看着自己的女儿病死 她在高中上 她只有那么小 可是又让我上哪弄弄 一大笔一药费呢 就在我走脱无路的时候 父母出现了 一个又有钱又有名的女人 住进了同一家医院 刚刚剩下了一段 双胞胎女儿 这对双胞胎呀 命真好 有个那么有钱的妈妈 一出生里卡着金包子 总裁 快扶我下床 你先别起来啊 我想去看看孩子们 你生的时候差点就没血崩 一生完就昏了过去 现在还不能下床 自己生的孩子 连第一眼都没见着 还叫什么妈呀 我已经替你看过了 两个白里透红的小婴孩 整个婴儿室就他们最可爱 真的吗 你先好好休息 到时候等他们满月了 我们再办一个豪华又盛大的满月酒 到时候我把上海时尚界 最有身份的人都替你请来 然后顺便还可以替我们 实镜做宣传是吗 那当然 我现在都可以想象 他们接受最好的教育 在最好的环境下长大 成为实际最好的代言人 我当时只有一根想法 就是我必须让我的女儿活下去 我真的是被逼疯了 我走到无路了 我当时真是糊涂了 我把我的女儿和那个有钱有失的女人 剩下的一对双胞胎 其中一个小孩掉了胞 身份掉回了 可姐 只有那样 我的女儿才能活下去 只有那样 我的女儿才有钱治病 我只想让她活下去 只想让她活下去 小姐 你看 奕飞 宇轩 真可爱 宇轩 怎么了 把妈抱啊 不哭 不哭 怎么了 护士小姐 护士小姐 怎么哭个不停呢 护士小姐 护士小姐 总裁 有个坏消息 其中一个宝宝 得了先天性的心脏病 你说什么 怎么有可能 黄德 你马上帮我找一个 心脏课权威 我要转院 马上就转院 对不起 我当年再穷 也不应该跟女儿分开 我当年再穷 我当年再穷 你干嘛跟我说对不起啊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当年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要不然 要不然啊 我真的不会把你跟别的孩子调包 没有一个妈妈愿意跟自己的孩子分开 你胡扯 你以为你满口的谎话我会相信你吗 你还剪一堆我们家的简报 你很恶不恶心啊 你到底想要干嘛 当年那个有钱有名的女人 病房门口放了很多花篮 花篮上面写着书语系三个字 她是你的妈妈吧 我妈是个名人 我妈是个名人 你要查她的资料很简单啊 你看 这不就一堆她的资料吗 说穿了其实 你只是想要钱对不对 对 我是想要输为系的亲爱 可是我要她的钱 就是想给你治病啊 我当时只有一条心 就是让你活下去 我收起这些肩膀 是为了知道你的消息 为了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对了 对了 你不是说这个是你姐吗 这不是你姐 这是我女儿 从属于系人的换来的女儿 拿你换来的女儿呀 不可能 不可能 你想想 一卵双暴的几率有多少 那是微乎其微呀 我的女儿 怎么会跟你姐姐 长得一模一样呢 原来我妈不是什么时尚女王 原来 我只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 连自己的妈妈都不要的一个 被抛弃的女婴而已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做的孽 你 我知道现在让你接受这个事实很残忍 你如果不愿意认我 我也不会怪你的 不要碰我 你不配 我要是知道 你是骗我的 我一定会要你好看 一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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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这一定不是真的 不可能 喂 你在路上吗 对不起 我有一些事情耽搁了 没关系 那你先去忙吧 我们再约好了 一轩 你怎么不跟我说话 有什么事了吗 我 我 好了 你先回家 我过去找你 我不要回家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小公主 身体不舒服啊 身体不舒服啊 康姐 我会是你永远的公主吗 怎么突然这么吻啊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不管我变成什么样子 我在你心里 都会永远是公主吗 那是当然了 你可是实境集团的千金小姐 全上海哪个人敢不由着你 不宠着你这个小公主啊 我 我问的是你 你对我那么好 是不是只是因为我是书衣夕的女儿啊 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把你的气话告诉书衣的 再说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 没人能够胜任这个角色 世界上最适合做书衣女儿的人 就是你了 如果说实境是书衣一手打造出来的 时尚王国 那么你就是其中最闪亮的 一颗明珠啊 我以为你对我 会有比较特别的想法 医生你觉得我要是现在做手术的话 成功机率有多高 你怎么突然关心起手术的事情了 你对你自己的病情向来是 才具不闻不问的态度啊 最近我觉得身体状况不错 我在考虑要不要试试看 就你目前的病情来看 手术的风险依然很高 所以我还是建议你不要贸然进行 你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 是因为那天的那个吻吗 要知道你现在坐着这个沙发 还有呢 里面的那张床 你知不知道我跟多少女人 在这个房间的每个角落 发生过比我们这个吻 精彩多少倍的事情 我甚至都不记得那些人是谁 我还知道你叫方艺轩 就已经很特别了 那刚好啊 我跟你们想法一样 如果你把你头上这块 康氏企业的招牌拆下来 你也不过是个无名氏 你以为那些女生是真的喜欢你吗 还不是因为 你的名字叫做康杰 所以我们才会成为好朋友啊 因为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跟你一点都不一样 因为我至少 有人会真正地喜欢我 爱我 认真地听我说每一句话 那个人就是家伟 而你呢 你就尽管地玩吧 反正天下女人这么多 你就尽管要见一个爱一个 不过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拿不出你的真心 你这一辈子到死 都不会有值得纪念的感情 也没有人会在你的坟前 留下一滴眼泪 我说公主啊 你还是尽快面对现实吧 千万不要以为爱情会像 童话故事一样 家伟和我都是男人 也跟天底下所有的男人一样 都是爱偷心的猫 哪一天她开始对你感到厌烦了 或是你对她来说没什么价值了 她照样会毫不留情地 把你一脚踢开 绝不留恋 我真为你感到可悲 你连你的兄弟都不了解 你知不知道 家伟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比你来得真心多了 也让我觉得很感动 哦 我忘了 我跟家伟还有约 你啊 赶快去跟你的美女约会吧 好可惡 出生了 好可爱 你啊 什么可恋 我真的非常希望 她能够明白我的心意 她能够明白我的意志 婚宁 哇塞 好丰盛啊 哇 好久没去到一起吃饭了 来 来 放筷子吧 哇 这看起来好好吃啊 我应该能吃两盘 三盘 四五盘 妈 你也吃 给你个儿大的 别顾着帮我们夹菜汁也多吃点 多吃点啊 对不起 我当年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要不然啊 我真的不会把你跟别的孩子调包 没有一个妈妈愿意跟自己的孩子分开 你胡扯 我当时只有一条心 就是让你活下去 我收起这些捡包 是为了知道你在消息 为了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如果那个人是真的 那眼前的这一切都不是我的了 我变得跟他一样 过着被人轻视 被人看不起 对所有人都低声下气的生物 对不起 一轩 吃饭呀 嗯 我正要开始吃呢 一会儿菜都凉了 多吃点 来 我去接个电话 喂 您好 这里是南方收集公司 请问您是编号1569号客户吗 我是 您送件要求做DNA检测 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 根据您提供给我们 您和检测对象的毛发样本 两位是直系亲属的几率 为百分之九十八点六五 谁呀 来了 一轩 快 快进来孩子 快快快进来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哦 对 就我一个人在 你那个女儿呢 你说小颜哪 上北京一个服装公司学习去了 都一年多没回来了 服装公司 是啊 你说巧不巧 她也是服装设计师 可能生下来 就有这样的基因吧 我问你 你把我们调包的事 还有谁知道 没有了 没有了 那那间医院的护士跟医生呢 他们也不知道 要是知道 能让我那么做 那那个穆小颜呢 她也不知道 她也不知道 这件事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跟她说 来 坐 坐下孩子 少跟我攀关系 我来只是特地警告你 这件事除了你和我知道之外 绝对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包括那个穆小颜 如果你让一切维持现状 我还可以让你好过一点 但要是你敢把这秘密 泄露出去的话 让我当不成书家女儿 我会让你很难堪 一轩 你就这么忙吗 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 我想跟你聊聊 我们没什么好聊的 你 你吃饭了吗 我今天早上去市场买了很多菜 我给你做两个菜吧 你想做什么 你不要以为你跟我说这些 我就会承认你跟我之间的关系 我告诉你 不可能的 从你抛弃我的那一天开始 你就永远地失去我了 我知道 我知道你很恨我 我也不敢奢求你能原谅我 但是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多想把你接回来 每天和你在一起 好好地把你带一搭 可是我的生活条件一直都不好 我担心我没有钱给你治病 担心把你的心脏病耽搁了 我也是没有办法 才选择把你一直留在书家的 那很好啊 你就应该永远地消失 不要来跟踪我 不要来偷窥我 也不应该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啊 你以为我没试过 我都试过 可是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我就是很想你 我就是很惦记你 我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心脏病有没有好一点 想每天看见你 我想这就是血缘吧 毕竟你是我怀胎十月 生下来的亲生女儿呀 你闭嘴 你没有这个资格叫我 从你嘴巴里讲出那两个字 让我觉得很恶心 从你抛弃我的第一天 我就是舒雨昕的女儿 以前是 现在也是 以后也永远都会是 叶萱 不准喊我的名字 你这个自私狠毒的女人 我出生的第一天 你已经毁了我第一次人生 为什么你现在要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毁我第二次 为什么 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我自己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我姐还有我妈相处 到我看到她们开开心心地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我都觉得自己像一个陌生人 我甚至觉得踏进家门都是一件好困难的事 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 我还可以承受 因为我知道 我可以假装强颜欢笑面对她们 而我最不能承受的是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我喜欢的人 我们好不容易有了火花 但现在我不能再喜欢她了 因为如果她知道我是这种畜生的话 她肯定不会理我的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你 都是因为你 一轩 对不起 阿一轩 你别碰我 我警告你 不准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我一辈子也不要看到你 Potter疏 就 platinumовых交求 我下一期要是不应召 simple 你也会不できentre Hitbut 她会不应召下去 我后一辈子也不跳 ist 你的头活 你还会起了什么 我是人人都捧在手线里的义轩 喂 是家伟吗 是我 你是遥远的未来 很难确定的存在 只能凭着想想感受 好 倒计师开始 加油 可激若微的虚化 其实是没安全感 你的爱像彩虹那么灿烂 可惜是消失的 来 坐 快坐 白伯伯 白伯母 你好 好好好 好 夏伟 干嘛呢 给一君倒茶呀 好 好 好 谢谢 我趁着吃 来 你可真好 我看你 你可真好 我看我看你 你可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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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点儿 一真好 你可真好 我烟 不见爱不爱 爱要被看见才能散 这就是我恋爱的姿态 不见爱不爱 我对你最后的调态 只爱到一半 对爱谁都爱不来 乘在天平的难道 因为这个已经有了另外的选择了 好吧 上次摄影 这个会不会太深了点啊 你看 到底好了没啊 再会我就重挑衅了 不见爱不爱 我对你最后的调态 只爱到一半的谁都爱不来 不见爱不爱 爱要被看见才能散 这就是我恋爱的姿态 不见爱不爱 我对你最后的调态 只爱到一半的爱谁都爱不来 嗯 很不错 既大方又俐落 一眼就可以从这个邀请函里面 看出你们秀的主题 嗯 但我总觉得还缺点什么 一轩 你看用什么办法 才能引起媒体更大的关注呢 你看看 我没什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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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齐 芬蒂 还有阿玛尼 他们除了服饰之外 早就把触角伸到了家具 从生活的各个方面 实现他们的品牌精神 我觉得石敬就应该学习 这些大品牌 它们的多元化发展 这样我们白石企业 也可以给你们 最强而有力的后盾 除了原料的供给 也可以借此 成为品牌的 我还转型 雨萱 我说这些很无聊吗 没有 对不起啊 我知道 你白天在公司听这些企划案 都已经听腻了 晚上回到家里还要听我唠叨 不唠叨了 我只是在想说 你真的很幸福 有白伯伯 白妈妈让你靠 你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些啊 总不见得靠他们一辈子吧 最关键的 我是在向你看齐 你在实际的表现那么出色 帮了书英那么大的忙 我身为你的男朋友 怎么能被比下去呢 可是我不知道这些努力 还有没有意义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是不是被书一骂了 我知道书一对事对人一向严格 因为她白手起家 想在这社会上面有一个位子 她要经历多少的磨难 被刁难 被羞辱 可是她统统都扛过来了 就是为了想保护她想爱的人 想过自己理想的生活 所以我可以想象得出 书一这一路上走来 有多辛苦 付出了多少心血 所以想得到 就一定得付出 就一定得付出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是你现在看着小袋子里 那黑黑小小的玩意儿 放出来的第一句话对吧 易飞 这应该是我迟来的道歉和补偿 之前我怀着对你的恨意 毁掉了对你 还有你妈妈抑郁重大的许愿书 那么就当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吧 先来送上这颗种子 让你自己亲手种下 属于你自己的许愿书 那么第一个愿望 我已经把你写好了 希望下次三十五周年 由你领军的发表会 圆满成功 华天琪 好吧 是 好了好了好了 小妍慢点跑 慢点跑 小心不要摔倒了 好漂亮的一个树啊 真漂亮 妈妈这是树叶吗 这不是树叶宝贝 这是很多人 把他们的愿望挂在这个树上 这是一棵许愿树 什么叫愿望 愿望就好像 妈妈希望小妍长得尽尽康康 高高大大 像这个树一样 这就叫愿望 妈妈小妍也要长大 小妍要长大 尽尽康康 好漂亮哦 我打算了 蜘蛔 你来得正好 正好这个配件不知道放哪儿 你觉得怎么弄好看啊 我觉得这件 你就让它简简单单的 不要加配件吧 你跟我想的其实一样 因为我是你妹嘛 对了 找我有什么事啊 没什么 我就觉得我们好像 很久没有一起聊聊天了 因为你现在是热恋期嘛 你能想到我啊 就已经很好了 对了 下次的大秀 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我知道虽然下次的 公关部很强 但我觉得像这个时候 多个人手总是好事嘛 告诉我吧 你可算是良心发现了 不过我不知道 你想做哪个 现在空缺的职位倒是有 负责帮外宾拿外套的人 负责开香槟的人 还有帮模特擦汗的人 你要做哪个 这些不是小妹做的事吗 如果你是要惩罚我 这阵子疏忽你跟妈的话 我可是一句言言也没有 那就交给我吧 我批你的 你呀 只要乖乖地站在那里 就已经够给面子了 我就知道你一定舍不得我 你觉得 我们永远会这么好吗 会啊 怎么突然这么晚 因为最近我突然想到 我们从小到大都没有分开过 但是我很害怕我们的感情 会不会就这样慢慢消失啊 哦 难道你要嫁人了 这才跟人家谈了下几天啊 就要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人家 哎 别开这种玩笑啊 再这样讲不跟你说了 好 那我认真一些 只要我身为你方亦轩姐姐的一天 就会永远对你好 拉钩 好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谢谢大家 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想留住最后的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